本来的音让台北街头变得非常艺术 今天我们要介绍两组艺术家 来自日本的艺术团队 电川技术 他们打捞河里面的垃圾 拼组成一只三公尺高的大鲫鱼 扇子组成了鱼鳞 废弃的水管变成尾巴 头部则是工地的铁架还有晒衣杆 运来台湾的时候 海关还一度不相信这是艺术品 查扣了一整个晚上 他们说河川近年来 还遭受到严重污染 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城市街头的草皮上 突然多出一只高达三公尺的巨大鲫鱼 靠近仔细一看 发现身体是扇子以及烤肉网 与其是拖鞋还有各种垃圾 而尾巴竟然是水管和打蛋器 日本艺术团体电川技术 从大阪主要的河流电川 搜集150公斤的垃圾 重新打造成创意十足的装置艺术 我应该做出 Eyodogawa花水大会 然后大幅有很多人来 超级 tailgit está出了 然后我网上砸了 估计很多人拿起来 那我估计就很吹 我帮吹钳带点 来自大阪的艺术家 财田英兆以及松永和也 十多年前连着垫穿搜集垃圾 他想把这些废弃物转化成艺术品 于是组成垫穿技术 反转所谓垃圾的定义 还把它们包装成各种商品 这些垃圾运来台湾时 一度被海关查扣 黑椎雕则是在垫穿的特产 但这两位艺术家 在河边怎么钓也钓不到 于是决定自己打造一只垃圾鱼 还有这些什么呢 钢筷 钢筷 这些是厕所 厕所的厕所 这两位艺术家一边捡垃圾 一边决定要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材料不够 来到台湾展出 还特地跑去河边捡垃圾 他们说河串是孕育人 人类居落的开端 却也受到严重的污染 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创作 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